再我们来看一下这手珊瑚 把这个三个穴位放在一起 我们统称为手珊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虎串 虎灵 虎山 这三针我们扎针的时候 特三胶筋 这个在临床上这是一些体会 有些老师拿个一寸针扎 也有效果 但它效果达不到你想要的完美的效果 没办法 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扎透针 有些透血的话 它效果非常好 我们现在用火串 我们扎这三针带火的时候 如果我是用来调理心脏 是来调理这个患者 心慌胸梦 胸部的问题的时候 心胸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这个三针就扎深一点 要特的这边的什么呀 心包经理 它的效果就会大大加强 有时候我在临床用的时候 我会给他这个手我扎什么呀 火串 火灵 这个手扎火串火灵 或者是这个手我就扎个火串 给他透深一点 是吧 透到这边的心包经 是吧 然后这个手我就给他扎一个内关穴 是吧 内关特火串 你看火串 在三吋嘛 你看 内关穴 是在这个手腕的前面两吋 那火串穴也是在后面的三吋 那我扎针的时候是刚好是这样子斜着的 对吧 这样子斜着的 朝心脏方向 对吧 透深一点 透到这边的 你有时候你都不需要扎两边 扎一边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手扎筋的话 这是肯定可以的吧 因为他本身就在手上 这胸门胸痛胸脏 这三针 有时候手第一针 这个是我们讲了 这个道马针 这一针是主穴 火串穴在任何时候 在这个里面 它是最重要的 它本身就叫 就直钩嘛 是吧 是三胶筋的金穴 火串穴是最重要的 火灵火山 这两个血位是用来帮忙的 是用来作为加强 作为道马针使用的